這裡是南蛙島南段 可以有四、五條村 毛澤灣其中一條村 出去都是二十多分鐘到香港一天 在海邊的碼頭一上來 就可以整個沙灘看了 地方小,人口很少 居住在這裡有三十人 有一半是外國人 有一半是中國人 外國人 每個人都超過住了十年八年 澳洲人、英國人 和德國人都有 主要是租金便宜 即是七百尺的村屋 租金是五千、六千 七百尺的房子 在香港來說 是很高級的 現在的豪宅 外國人的熱誠 互相幫助很多 進來住都是和本地人 生活都是很融洽、很舒服 每一隻船都坐一百多人 每天上班都是那個時間出入 大家常常見口見面 所以 每個屋的人都認識 哪個屋的人都認識 哪個屋的人都認識 哪個屋的人 喝兩罐啤酒在這裡喝 坐在這裡享受日落 我是Louis 我是威爾斯人 我住在香港五年 這裡我住四年 我是英文老師 我教孩子 三歲至十五歲 我第一次來香港去旅行 我住在這裡兩個星期 我覺得很漂亮 我想住在這裡 如果你想搬進來這裡住 你要適應這些不方便的東西 出生在這裡 這六十歲就住了六十年 其實在這個毛達灣 就只有我們一間餐廳 其他就是一間士多 都是買一些汽水 沒有送買 沒有任何零食可以補充得到 突然之間沒有了一樣東西 沒有就怎樣 去旁邊借 你打算去買嗎 不用想 那你那天不要吃了 網絡非常差 還經常斷線 那你家裡 我們也無法移居到別的地方 我每天六點起床 然後我要坐船 7點 7點5 回來一點 有時候我坐最後船 我的朋友 外面吃飯 或做事 有時候我們可以欺負 然後我要打給友人 有沒有速度 不過有事不行 所以我不可以回家 我很喜歡 我覺得香港很糟 如果我住香港 我不會有朋友 因為沒有人跟你會說話 這裡很多人想跟你朋友 如果我有問題 他們會幫我 如果我的家裡有蛇 我會打給友人 我會打給友人 救命啊 這裡有蛇 幫我 來 殺死 平時真的沒有人 有時候營業額只有零 所以我們很希望發展 道路會做好些 網絡會做好些 快點啦 快點啦 是吧 那你讓就方便啦